2021年楼市调控超650次创历史记录 未来房价砸走 中心经纬1月5日电 当刚过去的2021年楼市表现如何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21年楼市调控高达651次刷新历史记录 同比涨幅高达33% 专家分析称 2021年房地产整体调控政策表现为上半年收紧 下半年市场下调后 逐渐出台稳定调控的政策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随着信贷政策的稳定 2021年各地房地产稳楼市政策频繁发布 最典型的政策内容是人才补贴 购房补贴 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12月 包括桂林 晋江 呼和浩特 京门 弘阳 开封 南宁 宝丁等在内的近25个城市 都拿出了真金白银 以期提振房地产市场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 去年12月房地产调控次数高达65次 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的政策次数高点 整体来看 2021年高达651次 同比上涨幅度高达33% 同时刷新历史记录 平均每月调控次数高达54次 2021年房地产调控超过650次 创历史新高 释放什么信号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对中心经纬指出信号1 2021年11月-12月以来 房地产政策整体出现转向 政策暖风停吹 特别是央行及地方维持房地产稳定政策不断出现 建制市场非理性下调的政策也持续出台 去年12月 各地房地产政策宽松明显 超过25个城市 发布了不同力度的补贴购房政策 主要集中在人才补贴 新城市居民落户购房补贴等 信号2 政策底部出现 现代回归正常 中央强调房住不炒和三稳目标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整体看市场房贷逐渐向稳定方向发展 信号3 目前看 现代积压城市明显缓解 随着影响最近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因素 房贷逐渐缓和 市场在2022年一季度有望逐渐起稳 一二线城市将会率先走出低迷 信号4 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上半年收紧为主 下半年市场下调后 逐渐出台稳定调控政策 2021年全年 房地产市场经历的从上半年高热 到下半年深度调整的转变 信号5 2022年中国房地产调控将坚持房住不炒 加强预期引导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坚持租购并举 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因城市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再次强调了房住不炒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周婉表示 房地产企业间的项目并购是房地产行业化解风险 实现出清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一居研究院分析称 2021年下半年以来 楼市地势进入下降通道 预计2022年商品房销售市场继续低迷 虽然货币政策将会有一定的放松 但房企经营困难仍难以有效缓解 销售端的压力传导至投资端 房企拿地信心难恢复 三道红线 房地产贷款及中部管理等将继续实施 立即土地成交面积将会继续下降 但跌幅会有所收窄 土地成交均价涨幅回落 一家力保持历史低位 地势将会继续降温 现代方面 张大伟认为 过去几年 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快速扩张 主要靠的是快周转战列加高杠杆 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良性循环应该是继续降低企业的抗杆 提高预售资金监管 保证开发商稳定建设 整体市场平稳 现代不会过于紧张 也不会在线宽松 房价方面 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预计 2022年全国整体房价 或将在一季度止跌起稳 这主要是基于新房市场降温 已有半年之久 随着中央信贷政策 略有松动维稳市场 整体行业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加之部分地方政府出台限跌令 房企因资金流问题 大幅打折的高潮期已过 2022年房价整体有望维稳 下半年或将保持小幅回升行情 具体而言 一线城市房价将维持现有高位 主要是基于居民充裕购买力支撑 二线城市整体房价持稳 局部城市房价或有补涨 三次线城市下行压力依旧巨大 二手房市场整体房价 坚挺程度不如一手房 尤其是多的出台二手房指导价 也将影响市场预期 进而影响二手房价格